欢迎来到苗之士 我们继续钢弹时间线 之前我们从钢弹的起源 一直讲解到了夏雅的逆袭 之后新系列的开篇UC 今天我们就来看看 UC的续作MT吧 还是一贯的开场白 地球因为人口紧张 移民去了宇宙 然后地球居民 开始与宇宙居民发生了冲突 这几乎可以套用到每一期钢弹 自称吉温公国的殖民卫星 SIDE-3 再次向地球联邦宣战 而在UC0079年 就已经有人提早预知了 殖民星系及地球的惨案 这种人类 就是拥有超能力的新人类 新人类与强化人不同 新人类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天赋 而强化人是后天仿造新人类 人工改造出来的产品 当时在这个可以预测灾难的新人类 就下了整个村子免受灾难波及 所以被人称为奇迹的孩子 当然他们被罗商会收养 后这三位被称为奇迹之子的少年 被联邦迪毯寺旗下的强化人 研究机构收留进行实验 就像Z钢弹中的强化人 就来自这个机构 里面的训练惨不忍睹 绝对是极其不忍道的实验 很多孩子因此自杀 当然这三位奇迹之子也受到了可怕的折磨 所以他们预谋逃离这里 回到他们的故乡就是被殖民卫星 离位平地的雪 其实他们三人很清楚 真正是新人类的人是利塔 约纳与密雪儿都只是受到了利塔能力的影响 利塔拥有与拉拉一样的能力 可以知道未来 也知道死亡并不是人类的忠告 人类的灵魂可以脱离肉体存在 甚至转世成其他生物 三人中的约纳似乎比较相信利塔 并有追随她的冲动 但是密雪儿似乎对利塔的说法并不能理解 最终他们三人还是被迪坦斯抓了回去 并严加堪管起来 就在这个时候 罗商慧似乎对奇迹之子产生了兴趣 他们虽然立场上站在迪坦斯的死敌幽谷那边 但是并不支持星际公 罗商慧会会长的女儿认为自己还算是中立 加上迪坦斯之前在新香港 未有遵守对他们的承诺 使用过强化人攻击了新香港 所以应该会答应他的请求 他认为三位奇迹之子之间并无血缘 猜测只有一人会是真正的奇迹之子 所以要求迪坦斯找出真正的奇迹之子并交给他们 他似乎高估了自己的交涉能力 因为迪坦斯根本不会把这某重要的人 拱手让给自己敌对势力的金主 但是迪坦斯得到了重要细节 就是奇迹之子只有一个 所以为了不会战败后被清算 就要找出这个新人类为己所用 要从三人中找出新人类实在不容易 但他想到了一个非常奇怪的方式 迪坦斯放风 假装要找到奇迹之子送给罗商慧 其余两个都会处死 想逼真或自己招认 但是这个有一个逻辑问题 如果三人都不承认 无法找到新人类 他们都可以活着 反而如果有人被认定是新人类 其余两人就要死 这种状况有人会招认吗 这时三人中的蜜雪儿 投听到了长官的对话 他知道这是他可以离开这里的唯一机会 蜜雪儿非常聪明 他很清楚迪坦斯是不会将新人类让遍罗商慧的 所以蜜雪儿直接提议 由自己假冒奇迹之子潜伏在罗商慧 当然同时他也供出了真正的奇迹之子丽塔 蜜雪儿为了约拿不会破坏自己的好事 就欺骗约拿让他供出真正的奇迹之子 这是可以救丽塔离开这里的唯一方法 只要丽塔去到罗商慧 他们三人都会得救 单纯的约拿相信了蜜雪儿的鬼话 但一切并没有像蜜雪儿讲的故事那样发生 反而蜜雪儿被以奇迹之子的身份送去了罗商慧 丽塔被迪坦斯带去了一个神秘地方 只有约拿依然留在强化人研究所 不久 迪坦斯还是离不开战败的命运 但是蜜雪儿回到强化人研究所旨 找到了约拿 而丽塔被做了无数实验后 成为了三号机凤凰的驾驶员 不过就在凤凰的启动测试中 凤凰暴走 直接击毁了在测试的整个舰队 从此凤凰与丽塔不知所踪 官方只好认定丽塔与凤凰都已经消亡 这一段让我想起了新世纪福音战士中的 EVA三号机也是启动暴走 同样要消灭自己的总部 但是被初号机用残忍的手段阻止 丽塔死后蜜雪儿被罗会长认作女儿 雪儿被知道必须能够体现自己的价值 所以他学习了占卜之术 专为罗商会以及达官贵人占卜前程 但是时代的巨轮病没有停止 米尼瓦揭开拉普拉斯之河秘密之后 世界都在研究独角兽钢弹 爆桑尼妖 他们拥有可以掌控时间的精神感应框架 成为了技术奇异点 但是因为他们认为 这种技术实在太过危险 并封印了独角兽 爆桑尼妖 各方并签下禁止使用神感应框架机体的协定 不过蜜雪儿需要帮助罗会长找到控制时间的秘密 所以只好去寻找消失已久的三号机凤凰 要达到这个目的 首先蜜雪儿只派约纳带队去夺取了前制作独角兽的高层马莎 蜜雪儿从马莎那里得到了基本情报 并且去到当年实验三号机的地点 搜索三号机的踪迷 没想到竟然巧遇凤凰 但是由于凤凰的飞行实在快到无法理解 可以说束手无策 就在这时 突然遇到强大的光束武器射向凤凰 甚至差点集中 原来这是约纳驾驶这一架超高性能的NT钢弹 成功接近了凤凰 约纳虽然是被罗商会委派执行任务的 但是她自己也有死心 她相信丽塔还活着 很可能就在凤凰之中 所以她拼尽所能 差点就可以抓住凤凰 但是最终还是让凤凰正活 蜜雪儿按耐不住 远程控制钢弹 发射光束炮 准备击毁凤凰 因为对蜜雪儿而言 丽塔是否活着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 回收凤凰研究 即使是残骸也无所谓 但是约纳在关键时候 取消了攻击 用绳索抓住了凤凰 她立即对凤凰机体喊话 询问她是否是丽塔 没想到这时所有在场的强化人 都听到了丽塔的声音 而丽塔讲的就是 二十三人逃离迪坦斯 回到雪梨讲的那番话 约纳突然感到 丽塔就在眼前 她立即切断绳索 然后假意攻击 让丽塔可以逃离 约纳现在可以做的 就只能这样 当然她的行为一回去 就被密雪儿斥责 密雪儿相信 丽塔已经死了 绝对不可以对凤凰心软 但是约纳却认为 密雪儿欺骗过自己 她并不相信 丽塔已死的说法 当然这次的战斗 也引来了新吉翁的注意 虽然新吉翁战败 但是吉翁共汉国依然存在 而一名叫佐尔坦的军官 似乎见到凤凰非常兴奋 佐尔坦其实与UC的福尔 都是为了复制 夏亚所研发的强化人 不过佐尔坦被认为是失败品 我想所谓失败品 主要就是 她的性格一点不像夏亚 冲动好战 绝对不是指挥官的材料 新吉翁高层知道了凤凰的存在 背着米尼瓦响 暗地抓住凤凰研究 因为米尼瓦绝对不会允许 新吉翁再次引起战争 所以 新吉翁高层以佐尔坦为首 组建了一个专门寻找凤凰的小队 而且 罗商会给了 佐尔坦一个感应波侦测器 据说可以感应到 凤凰驾驶员的感应波 从而找到凤凰的位置 同时 罗商会也把技术运用在联邦 负责寻找凤凰的战队 凤凰既然还可以战斗 证明他在宇宙中 一定有补给的地方 所以 用感应波侦测器 希望可以找到 凤凰平时在什么位置维修补给 没想到的是 在一次训练中 联邦收到了来自 SIDE6的感应信号 但是 SIDE6是一个中立直明星 所以联邦很难公然进入 这时 密雪儿利用了自己罗商会的身份 成功让联邦进入了SIDE6 这里原本是一个培训卫星 这里有很多训练学校 但是可能是假期的缘故 直明星上人并不多 但是万万没想到的是 在SIDE6上没有找到凤凰 反而遇到了星级翁 约拿与佐尔坦直接碰上 双方都十分惊讶 但佐尔坦见到对方驾驶的是钢弹 就立即兴奋起来 击落钢弹同样可以立功 一瞬间就把之前不准在直明星开火的命令 抛至脑后 突如其来的战斗 使得联邦乱了阵脚 约拿不想引起更大伤亡 似乎有些畏首畏尾 差一点就被佐尔坦杀死了 就在关键时候 一只金色盾牌 飞来救下了约拿 这时凤凰正式现身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 突然约拿的机体不受控制 进入了NTDC 钢弹自行与凤凰交战 甚至把凤凰捕捉 原来这一切都是密选的诡计 什么感应波侦测器 根本就是他假造的 利用罗商会分给双方 然后在4ID6释放假信号 引双方再次对战 凤凰自然会被吸引而来 甚至未了就约拿出手 很明显 其实密选的内心 也相信利塔还活着 所以利用约拿做诱饵 设下了这个圈套 被石密选欺骗了两次的约拿 愤怒至极 竟然将星级翁的星级翁克 吸入了殖民心中 星级翁克现在无安全 不受佐尔坦控制 反而与约拿的钢弹结合 佐尔坦没想到 明明禁用NTD系统 但是联邦依然在开发 带有NTD系统钢弹 愤怒的约拿 利塔利用星级翁克的力量 准备将整个殖民心摧毁 凤凰挣脱束缚后 立即来阻止一切 利塔的声音再次响起 犹如一双手轻抚约拿的脸颊 约拿的愤怒很快消失 约拿直接被凤凰带走 星级翁克恢复了控制后 佐尔坦立即选择撤离 利塔告诉约拿 他的目的就是要消灭星级翁克 这个武器不应该存在这个世界上 希望约拿可以把力量借给自己 说完 凤凰用接近光速的高速远离了 Side 6 再次失败后 密雪儿认为 凤凰可能是另一个次元的机体 它根本不可能是现在的科技产品 密雪儿猜测凤凰是要来销毁所有精神感应框架 很可能感应框架根本就是未来的产物 不应该出现在他们的时代 这次战斗造成了大量伤亡 由于星级翁其实并不知道 佐尔坦这个部队的存在 现在造成这么大的舆论 星级翁高层想与佐尔坦这个部队切割 佐尔坦发现了星级翁的计划后 杀死了所有人夺取了星级翁克 现在佐尔坦已经毫无顾虑了 直接冲向联邦的舰队战斗 星级翁克的强大火力 使得联邦无法接近 佐尔坦直接使用了被禁止使用的精神感应光环 他用精神感应能力控制了附近的燃料罐 并使用燃料罐炸毁了整个联邦舰队 就在这个关键时刻 约拿听见了利塔的呼唤 利塔想让约拿协助自己对付佐尔坦 同样也听到的密雪儿 同意了约拿驾驶钢弹出动 密雪儿这次也进入了战场 这个咒语存放着超多燃料罐 如果都被引爆会炸毁附近的殖民卫星 会有大量碎片落入地球 十分可怕 凤凰引导领联邦的MS攻击星级翁克的弱点 但是很快 星级翁克就用触手接管了联邦的MS 反过来攻击凤凰 凤凰在躲避攻击时 突然被星级翁克的触手捉住 幸好约拿及时赶到 就下了凤凰 就在约拿与莉塔的机体接触时 两机产生了共鸣 NT钢弹身体发出了蓝色的光线 并一次 攻击就摧毁了星级翁克的双手 但已经陷入疯狂的佐尔坦 立即引爆自己上方的储气槽 使得NT钢弹与凤凰来不及离开 还好凤凰用盾牌挡住了攻击 就在这时 UC钢弹的主角巴纳吉 似乎要加入战斗 虽然凤凰用尽能源被星级翁克捉住 但是 约拿并没有放弃 汉战友一起攻击星级翁克 想趁机就会凤凰 就连蜜雪儿都知道现在的重要性 他似乎开始理解了 丽塔说的死亡并不是终点 所以 他鼓起了最后的勇气 为约拿挡住了佐尔坦的攻击 蜜雪儿希望自己的死 可以换来约拿汉丽塔的原谅 蜜雪儿死后 他的灵魂被附近的感应装置碎片吸收 他的能力保护了约拿的NT钢弹 但是 NT钢弹解体后想 接近凤凰 依然差点被星级翁克捉住 还好被巴纳吉驾驶的银毯所救 巴纳吉开一枪 就需要换一只手臂的银毯 提供了远程掩护 给约拿制造了接近凤凰的机会 没想到就当约拿接近凤凰的时候 驾驶舱打开了 约拿进入后发现 其实凤凰的驾驶舱中 完全没有人 只残留下了利塔的项链 约拿带着利塔与蜜雪儿的灵魂 向佐尔坦发动了最后一击 虽然杀死了佐尔坦 但是他的亡灵 依然引爆了所有雏气管 约拿最后团结了所有的力量 使得凤凰 尝出了一对翅膀 包裹了这个爆炸 而被弹出驾驶舱的约拿 就被巴纳吉所救 凤凰的翅膀 将整个爆炸 以及所有精神感应框架 都一并带去了另一个次元 所有强化人都失去了新人类的能力 终于把不断神话的钢弹 带回了现实之中 可以说NT系列 为之后的故事提供了空间 起码钢弹停止武侠化 应该是件好事吧 今天就到这里了 下期我们的钢弹时间线来讲 传奇舰长布莱特的儿子 闪光的哈萨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